面对繁忙生活 香港人应该重新将对健康的关注 放在重要位置 一群醒目、冷静 有耐性的专业精英 会以掌握情报、掌握治疗先机 撲灭病患于未成熟时 为首要任务 这批立志为民请名的团队 更加精心打造健康专业调查社 PALF EXPECT AGENCY 冷静HEA 每天通过鼻腔 我们到底可以吸入什么呢? 除了空气, 还可以吸入塵 化学物等, 肺气 二手烟和细菌 这些全都可以影响呼吸系统 令我们有机会患痴器管炎 肺气肿、烤喘、慢阻肺病等等 你是时候关注一下呼吸系统 我们HEA, 查外要够快 说话要有点, 你们两个做不到 是, 科学 其实我每晚都有练腹式呼吸 练好肺脏, 如何追追、调查 都没问题 是的, 科学 科学长, 你也不用担心我 因为我不会像家乐似的 这么多废话 你这么肯定? 很肯定, 因为一般来说 男人的肺活量比女人高一千毫升 大把位置处废话 你也就是说Dr. Laffing 废话少说 每个人正常呼吸, 可以吸多少空气? 450毫升左右 一分钟多少次? 二十次左右 每次有多少毫升? 九千 快而准, 做得好 好, 我们看看这次案子的目标人物 他被同事举报, 怀疑他感染传染病 目标不顺 二十八岁, 年轻的OL 他连续剪瘦了几个星期 同事劝他也不肯戴口罩 还经常剪出头 所以他同事怀疑他有传染病 现在传染病杀伤力这么大 他也不肯为人设想戴口罩 真的很不值得鼓励 慢点, 是否肯定他是传染病? 现在还没证实 是, 如果他真的患有传染病 情况严重的通常会有发烧的迹象 第二, 他是否无缘无故地咳嗽 还是还是有事刺激他才令他咳嗽 如果他不是传染病, 那会是什么事? 看他的病征是和呼吸系统有关 要查出真相就要靠你们两个 这次目标人物就在这里 我的朋友在日本买了手信 吃不吃? 刚刚吃完饭吃不下了 你不吃, 我吃 你这么胃口? 有了嘛 他这么大吃又会说笑, 不像发烧 那也未必是传染病 你又咳嗽了? 不如你先戴口罩 不用了, 我气管敏感而已 是不是真的气管敏感? 如果真的传染病也不戴口罩 很自私 看他不断聘请人吃东西 又不像是自私精 先做事吧 不, 下来等客人上去开会吧 我们没有收到一份职业公司或加薪 有啊, 有 我也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你 他好像很辛苦, 我們用不著… 先看點 我去看吧 行了 怎麼樣 去看吧 把這些資料拿回響響響響 你們倆對這次的調查有什麼結論 結論是我們的目標不像有傳染病 雖然咳得很嚴重 但他精神又好,又有胃口 而且他不像有發燒 當他接觸到二手煙的時候 是咳得特別厲害的 最後還要噴藥才舒緩到 所以我們覺得他是酵喘 要小心,不光是酵喘才用到噴藥 其他呼吸系統無病 例如慢性肢器管炎,慢了肺病也有可能 不過他這麼年輕,機會應該好嗎? 對,慢性肢器管炎受到長期刺激 而造成的,例如吸煙 我們的目標是沒有吸煙的習慣 不如問問我老朋友葉家信醫生 Dr.葉,讓他再給我們更多資料 酵喘其實是一個肢器管的疾病 每一個病人的成因都不一樣 但我們知道和病人的基因和周遭環境 是有一定的關係 而這些環境是包括病人的職業 或者是家居的毛髮 或者是我們常用的天啊水 漂白水都是有些關係 正常人的氣管顏色比較淡 而幻想哮喘病的病人 氣管特別在發作的時候 然後因為有發炎 所以比較紅重一些 氣管迫發掌 分泌線增生 令到痰多 氣管收縮 所以令到他呼吸很辛苦 患者的症狀 包括有 間歇性的咳嗽 氣喘 甚至乎有喘靈的現象 如這些現象 往往在夜晚或天蒙光 是特別嚴重的 在香港 大約一成左右的兒童 曾經試過有酵喘的症狀 但很多病人 到十多歲時會好起來 而另一方面 有些病人到幾十歲 才第一次嘗試到酵喘的症狀 所以說酵喘可以影響到 任何一個年齡的人士 治療酵喘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 控制症狀 以及可以預防急性發作 控制症狀方面 一些吸入式的氣管疏張劑 可以很快 很有效 令到病人舒服一些 另一方面 長期管理的發炎 是需要借助一些雷固醇 去幫助病人 很多病人聽到雷固醇的三個字 是比較有戒心 但我們使用的吸入式雷固醇 會作用比較少 亦比較安全 只有很少的劑量 是攝取在身體內 所以病人可以放心使用 假如病人平時 沒有跟指引去醫治酵喘 弄到病發了 他們往往需要一些大劑量的雷固醇 幫助 副作用比較多, 那就不值得了 聽完DocDip的講解之後 即是Target不戴口罩 也沒有太大影響 因為酵喘也不會傳染 但它引到模型的地方 才噴的就很危險 因為衛生署的顯示 2008年香港有91人死於酵喘 之後也保持平均每年 80至100宗死亡個案 酵喘其實是可以控制的疾病 只不過有些人忽視了容養的重要性 控制得不好, 才令酵喘發作 香港的空氣汽染這麼嚴重 酵喘的病人更加要注意身體健康 如果懷疑自己有呼吸系統無病 檢查的方法也很簡單 不如讓DocDip繼續解釋吧 嗯 在蠢斷酵喘的過程 除了留意病人的症狀之外 很多時都會做一個肺功能檢查 先是呼吸三個循環 然後他們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要叫它吸一口大氣吸到盡 然後很大力地吹出來 希望盡量維持6秒 最後要吸一口大氣吸進去 然後就叫做一個循環 如是者我們會請病人做三次 拿回最好的數據作為參考 在功能中 我們主要留意它一秒鐘的呼氣量 以及它的肺活量 兩者的比例應該有70分或以上 病人的比例只有54分 我以為是不合格 它是有氣管收縮的 在檢查的第二部分 我們會先給了 氣管舒張劑病人使用 然後再重複檢查一次 病人的比例有61分 仍然低於70分 但我們看到它一秒鐘的呼氣量 大大地進步了 這個變化 是符合了我們對酵喘診斷的要求 平時我們幫病人覆診的時候 除了留意它的症狀之外 有時我們也會幫他們做一個 最高流速計的度數 我們要求病人 索動大氣 很快很大力地吹出來 連續做三次 看回最高的指數 其實這個檢查很簡單 可以在診所 或者病人可以在家裡做都可以 我們會看回那個度數 參考圖表 看回它正常應有的數字 假如病人在家裡 發覺自己的度數下降了 這個很可能已經告訴我們 它的哮喘控制得不太好 近這十年 市民對於流感的關注程度 是提高了很多 因為萬一感染了 就很有可能引起嚴重的併發症 還有, 患酵喘的病人 是有機會增加患流感的機會的 所以在高峰期, 最好打流感針 打流感針很容易 但是很重要, 因為是保障生命 有人說吃鱷魚肉、高麗芯和綠胎粉 都對酵喘病人有幫助 這麼多樣吃哪樣才好 加拿大有研究說 多吃一些蔬果和魚對肺功能好 對酵喘有沒有幫助 我覺得對酵喘病人好 就勸他做適量的運動 這是最正確的方法 但又有人說 酵喘病人就不要做運動 究竟做好還是不做好呢 好像羅孝勇一樣, 雖然他有酵喘 但照樣可以唱歌, 還還玩長跑 Shedon, 酵喘對你的成長過程 有沒有影響? 第二個時候, 我比較肥胖 我可能會用這個來做藉口 我的朋友去跑步 或者上學的時候去玩運動遊戲 我會玩兩種, 覺得有酵喘 用了這件事, 先生, 我要去休息 等等 但其實我是可以頂住的 我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開始就…我想跑馬力尊 我記得當時用了六個月時間 慢慢操練自己 在六個月時間跑到六個K 這就是我的目標 就開始跑 好, 你做了運動之後 你覺得做完運動 對你的酵喘病有沒有明顯改善? 有, 很大就是… 我也會自己試試 可能不吸藥 那些酵喘藥都試過跑步 也不會太大問題 但最初真的有很大問題 就真的有很大的進步 其實是不是所有運動都可以做? 澳洲有一個法例 就是如果你有酵喘 你不可以潛很深的水 怕我去到這麼深水的時候 可能會很黑, 沒了方向感 就開始害怕, 開始亂 那就會開始發作, 酵喘 我遲些就在香港試了 因為我想挑戰自己 因為我不相信我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反而我下去了很深的時候 是覺得很開心的 因為我可以超越別人的範圍 那酵喘病在你平時的生活上 又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來香港住 也有影響了我 外出跑步難很多 甚至吸藥也會有點辛苦 因為那些死氣等等 我很多時候跑步 都要在健身裡面才可以跑 半夜三更可能會起床 有一點辛苦, 要吸一吸氣 可能有時候開窗 我想說要休息一下新鮮空氣 但是反而我開了太久 就要關閉 因為也有點辛苦 我要開冷氣 可能因為我跟以前在澳洲 那個空氣質素有些分別 在感情生活上有酵喘病 會否令你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 約了他出街之前, 先噴一噴 你和你女朋友在親吻的時候 如果有酵喘病發作, 那怎麼辦 那就是拿一些藥出來… 好, 繼續 在女朋友面前拿一些藥出來 沒事的 其實我不會特別去收買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有這個病 已經是我的生命 根據資料提供 你就是超級巨星出身 大家都知道你唱歌很了得 當然 那你唱歌之前 需要臨出場唱歌之前 要噴一噴嗎 其實可能是心理狀態 其實可能我可以不吸氣才唱歌 我經常會害怕 我可能在唱歌的時候會有問題 但其實我在家裡練歌的時候 就不用吸氣 有否說當你敲喘法座的時候 當時如果超過幾分鐘 仍然找不到噴藥的話 會有危險嗎 我沒有試過去到那個情況 因為我經常有這種情況 要很理智地想 我現在有點辛苦 但我多熬一會兒 慢慢休息, 不要開始… 可能會發作更加嚴重 有否說有甚麼食物 特別是不可以吃的 有一件事我聽到的 就是原來很多人有酵喘 都會有濕疹 我也是這個問題 別人叫我不要吃芒果 其實沒甚麼影響我酵喘 但會很影響我濕疹的那邊 在這裡很感謝Shirton 跟我們分享這個酵喘病 醫治酵喘除了噴藥控制 還有其他方法 不如聽聽我老友劉醫師怎樣說 在中醫的角度 酵喘的形成 內因是因為談飲復費 再加上外在的因素 例如感受風寒 氣候的轉變 或者情緒方面 急劇轉變 緊張或勞卷因素 都會導致酵喘 小朋友往往是因為感受外邪引起 而大人是狗病咳嗽所形成的 中醫治療酵喘 可以是內服中藥 或者是外用針灸 但有些病人針灸怕痛 吃中藥怕苦 他們可以嘗試用天救療法 天救療法是利用性美瘟疫的藥材 例如白戒指 鹽狐索 細身根 它們磨成藥粉之後 用生薑汁和蜜糖調成膏狀 而方便貼藥 會製成大約1cm x 1cm的藥貼 貼在穴位上 達到溫通經絡 和調整氣血的功效 適合於一些虛寒的病患者 和呼吸系統性的疾病 例如鼻敏感和酵喘 天救對酵喘有甚麼常用穴位呢 就是有添突穴 以及背部的定喘穴 和肺酸穴 有甚麼人士不適合天救療法呢 包括有孕婦 糖尿病患者 背部濕疹 和對中藥材過敏都是不適合的 以下介紹一款湯水 叫做天冬蔥白湯 適合被烤喘人士起秋冬預防法作飲用 材料是有天冬蔥白 生薑、生甘草和紅棗 用四碗水用無火煮滾 然後收細文火煎煮成一碗 而它的作用就是有潤肺止咳 溫經散寒 但是中醫就為針對體質用藥 建議烤喘病人 飲用之前都是諮詢註冊中醫師的意見 如果患了烤喘 無論是小朋友、年輕人、成年人 其實都會影響他們日常的生活 不僅如此, 還會影響呼吸系統 呼吸不到就不夠氧氣了 除了治療 烤喘病人還可以如何預防發作呢 他們應該注意日常生活 以及避開引起發作的致敏源 我們做了資料搜集 綜合了六種烤喘病人, 必讀貼士 其實要好好控制烤喘 需要注意六樣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要跟隨醫生的吩咐 好好用藥 特別是如果你用吸入劑的話 要正確地使用吸入劑 首先要搖勻它 把蓋開開, 然後放進口裡 幫你按的時候, 就要深深吸氣 吸氣之後還要保持 不要呼吸十秒鐘 幫你過了十秒鐘之後 就正確地把藥吸入你的肺裡 第二, 就要控制塵滿 這個最重要的家居自問源 要用防塵滿的床粒 並且要好好用暖水清洗床鋪 和毛公仔等等塵滿的自問源 第三, 如果對動物的毛髮有敏感的話 那就千萬不要自養這些寵物 第四, 是要保持室內的空氣質素 自己和家人都不要吸煙 並避免揮發性有機物 以及殺蟲水等等 第五, 是要留意周圍的環境 當空氣污染指數高的時候 避免去人多車多的地方 第六, 是要多做運動 因為烤喘的病人 做帶氧的運動是特別有益的 不過要做多點熱身 以及在適當的時候 使用吸入的器官梳妝劑 烤喘有機會引起死亡 除了控制得不好之外 主要原因就是很多人 對這個病認識不多 我們綜合了三大誤解 首先, 烤喘病並不是兒童病 任何年齡的人都有機會幻想 第二, 以為容藥對身體不好 好, 但其實按照醫生的指示 適當地用雷固醇去控制病情 才可以保持健康 第三, 做適量的運動 可以幫助烤喘病人, 強健肺部 解除三大誤解 注意日常生活 以及留意病情進展 那就萬貿一失了 好, 這次我們發了兩張傳譯 一張是被舉報人 讓他們不用對傳染病恐慌 另一張就是給這次的目標 叫他跟隨醫生的指示 好好用藥, 好好控制病情 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 破血,再agar,再培等 發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